好 下面一个重点的常见词就是跨度或者表示一段时间 跟老师在大声读下 span span 这个词表示跨度或者是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这个本意呢是表示跨度 尤其表示像一个桥拱啊 拱门呢 它两个拱角之间的距离叫做跨度 这个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arch has a span of 60 meters 这个arch咱们在第六课那个杂橱窗抢劫讲过 表示拱的意思 The arch of triumph 不是凯旋门吗 那个大拱门呢 这个拱有一个60米长的一个跨度 就两个拱角之间最长距离是60米 span表示多长的一个跨度 如果表示时间的跨度呢 就是一段时间了 做这个派生意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同样咱们看一些例子 I work with him over a span of six years 我跟他一块共识了一段时间 有多长呢 一段六年的时间里边 我跟他一块工作 a span of six years 也跟拱角之间距离类似吧 这段时间长度是六年一段时间 有的时候也可以干脆用time span 表示时间段就好了 你比如说 The project must be completed within a specific time span 这个项目必须要完成 在什么呢 在一段具体的时间段之内 必须完成 这不能无限期的往后去推 去延迟 那么具体的specific time span 叫时间的跨度 可以这么来说 还有呢 small children have a short attention span 什么叫attention span呢 就注意力可以持续的这么一段时间 大人可以呢 看一本书 一直看四五个小时 但小孩子坐不住 所以小孩有一个短的 注意力的这么时间段 可能看上十分钟 二十分钟呢 就坐不住了 所以给小孩子童话故事 不能太长 好 这是span表示 一段时间相关的一些用法和例子 那么这个span 经常由他可以派生出 好多好多一些重要的一些 派生的同根字 咱们可以看一看 就都好记了 同时可以都记住 这个windspan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能猜都可以猜到 这就表示鸟儿的 翼展 就两个翅膀打开之间的距离 翼展是多少 我们大声音读一下 windspan wingspan 叫翼展 这多好记呀 a bird with a two foot wingspan 一只鸟 有一个两英尺长的 这么一个翼展 foot 表示英尺的意思 但是复数不应该用feet 但我们说了 名词做定语 咱们用单手 用foot 还有一个叫lifespan 什么意思呢 span表示一段时间了 这放在一块 不是生命的一段时间 就是人的寿命的意思 我们再读一下 lifespan lifespan 表示寿命 就是从出生到死亡 这一段时间 多好记忆 比如说 men have a shorter lifespan than women 男人的寿命 一般来说 比女人要短一些 女人更长寿 这寿命叫lifespan 这么来说 它不见得指人的寿命 事物也行 你看这句话 a tv set has an average lifespan of eleven years tv set 就是电视机了 一台电视机 有这么一个平均的寿命 注意lifespan是寿命了 什么寿命呢 大概11年 一台电视机 大概用11年 基本就包废了 这是span 这个词 注意 它既可以表示 两拱角时间的跨度 也可以表示时间段 以及它重要的一些排生词 我们大家看到 在生活中 都是常见 常用 上考的 这个词 我们把重点 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个 在生活中 也是特别常见 重要的一个多译词 它的本意 比较简单 就是一种建筑材料 叫做混凝土 我们给老师 再大声来读一下 concrete 注意这个n 它手跟音 因为后面有k 手跟要抬起来 大声来 concrete concrete 它本意是表示 是建筑材料混凝土 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当然是不可数的 不可数名词 那咱们看例子 modern buildings made of concrete 这是由混凝土 而构造的当代建筑 made of concrete 是后制定于 修饰这个buildings 对吧 我们看在本课书中 是怎么用的呢 咱们看一下本课书中 就是78页的 第10到第11行 78页第10到第11行 有这么一句话 the towers are built on immense underwater platforms made of steel and concrete 这个两座高塔建筑在巨大的水下平台之上 这个平台有什么制造的呢 made of steel and concrete 这个steel and concrete固定搭配 把它翻译成钢筋混凝土就好了 建筑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水下平台之上 这个意思 但是混凝土这个意思呢 我们在生活中 在写作中可能用的并不太多 但是这个词还经常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这个时候用的可能更多一些 名词用的少 形容词可能用的更多 形容词的第一个意思就是 混凝土制造的 用它做定义 咱们看一下例子 concrete floor 一个混凝土制造的这么一个地板 concrete wall 一堵 混凝土结构的这么一堵墙 concrete building 一栋 混凝土结构制造的这么一栋建筑物 等等等等 这当然形容词叫混凝土制造的 这个用法可能会更多一些 但是我们注意 重点讲这个词的意思呢 是因为它第二个形容词的含义特别重要 这是咱们写作的五星级重点了 就是具体的 确凿的 具体的 这个时候用的就特别多了 具体的和抽象的是相关的 具体摸得着 混凝土石着的大块 你看concrete evidence 叫做具体的证据 或者确凿的证据 看得见摸得着的 concrete proposals 具体的一些建议 就是有很多细节 我们可以照着去做了 concrete examples 它举了一些具体的一些例证 总之具体的 可以用这个重点词汇叫concrete 那么我们在新概念四册里面 也出现这个词了 咱们看一看 在四册的第六颗体育精神里面 出现了一个重要词汇 好 这句话这么说 即使人们不知道这些具体的例证 从具体的例证中了解 什么具体例证呢 就是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例子 比方说具体的例子用的是concrete examples 知道什么呢 国际体育比赛会导致疯狂的仇恨 那么人们从一般的原作中 也能推导出一样的结论 这个具体例证叫concrete examples 这个在写头中 几乎是必备的一个重点形容词了 那么看完具体的之后 咱们一定会想到抽象的 抽象的这次也是常见词了 我们来看一看抽象的这个词 我们大声跟老师再读一下 abstract 再来一遍 abstract叫抽象的 抽象就生活中并不是具体存在的 只是存在于我们自己脑子里边 头脑之中 比如说beauty itself is abstract 好了 我们看到这个美本身是抽象的 美本身是抽象的 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或事物 本身叫做美 当然郭美美是例外 难道是例外 我们说美这个概念 只存在于人的脑子里边 我觉得美你还觉得丑呢 所以美本身是抽象的 还有我们看的一个 有一个例句 咱们看一下在新三册里边 162页的第11行到第12行 162页11到第12行 看这句话 他说 There are rare instances when justice almost ceases to be an abstract concept 这句话大家可能在以前见过 咱们造句还用过 他说在个别情况下 还记得这个句型吗 There are rare instances when 怎么样呢 正义几乎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 抽象的概念叫abstract concept 正义也是存在于咱们脑子之中 它是抽象的概念 但有的时候正义 好像跟人一样 他有自己的意志 可以发挥具体的行动 是抽象的 回顾一下具体的 concrete 抽象的叫abstract 把它记住 这个搭配 这个重点词 基本我们就掌握住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个 最后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指容量承受量 另外派生意 表示人的能力 这又是多一词 而且两个词都特别重要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这词 慢慢来 capacity capacity 同样的读快了之后 这个t又会着化成的 这个声音 再来一遍 capacity 你看city 变成city city 再来一遍 capacity capacity 它本意叫做容量 或者承受量 一边表示一个什么 电梯呀 什么卡车呀 是什么这个 这个一个杯子啊 能装多少东西 乘多少人 坐下多少人 等等等等 但派生意呢 表示人的能力 这两个意思都特别重要 咱们先看第一个意思 表示容量 或者承受量 这个意思 表示容量 或者承受量呢 这个含义 它一般多做 不可数名词来用 即便做可数名词 一般也只用于单数 a capacity 它一般不用复数 一般是不可数 可数也只用于单数 这个时候呢 咱们记住搭配 一般的后面加 界词op capacityop 多大的这么一个容量 或者承受量 一般用在这个界词后面 咱们看一些例子 看一些例子 the jug has a capacity of half a liter 这个jug 可以表示 这么一个大罐子了 这么一个 这个大杯子 带瓣的这么一个 这个大罐子呢 有多少呢 有那么半升 这么一个容量 大概能容下半升的 这个水或牛奶 等等等等 a capacity 我们的容量 那么一般做不可数 可数的话 也只用于单数 这个用a是对的 有这么大一个容量 还有经常有其他词 来限定它 比如说 the stadium has a seating capacity of fifty thousand 这个stadium stadium叫体育馆 尤其像鸟巢这种 露天的大型的 能踢足球的 大的体育馆 这个体育馆 能够坐得下五万人 这个坐下多人 叫seating capacity of 那如果站在那儿呢 可能人会更多了 但能坐下 有五万个座位 seating capacity 但后面界词不变 还是叫of 你再看这句话 the new truck has a loading capacity of 2.5 tons 这辆新的卡车 有这么一个 能够装得下 2.5吨的货物 吨是可数名词 咱们在第十个 泰坦的一个号里面见过 这个loading capacity 表示能乘得下 能装得下多少货物 这个load 是往车上装货的意思 你看 卡通前面 可有形容词修饰 但后面界词 都是叫of 多大的容量 或者成熟量 注意加接词of 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意思 容量或成熟量 本分中指着大桥 能容下多少汽车 这也是这个意思 但它的派生意 表示人的能力 这个意思就重要了 它表示人的能力的时候 搭配也必须同时记住 否则的话 咱们不会用 它表示人的能力 后面有两个搭配都行 第一个 是capacity for something 做某事的这么一个能力 我们看一下例子 he has a great capacity for work 他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 在工作方面能力大 后面加其次for capacity for work 可以这么说 同样的 my capacity for mathematics is negligible 我的这个数学能力 非常差劲 negligible表示 麻麻糊糊糊的 很差劲的 不值一提的 可以被忽略的 我数学可不行了 某方面的能力 capacity 注意借次加for 这是capacity 表示能力的第一个用法 那么同样的 它还有第二个用法 在后面加to do 也是常见的 capacity to do something 就是做某事 具体去做某事的能力 后面加动词不定式 也是做capacity 它的后置对于来 同样的 咱们看一下例子 her capacity to read and write 这是一个名词短语 它的读写能力 能够阅读和写字的 这么一个能力 读写能力 可以这么说 同样在新概念四册的 第三十三课 教育 education这个书中 也出现这个词了 表示人的能力 我们看看例子 它怎么说 四册的三十三课 它说 We would lay less stress on facts and figures and more on a good memory on apply psychology and on the capacity of a man to get along with his fellow citizens 大家看到 英语真正要学的登堂入室 三册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把四册学完之后 才真正是大圆满了 四册里面文章 比三册漂亮得多 新概念前三册的文章 基本是亚历山大自己写的 但四册 它要命也没有这个能力了 它毕竟是语言学家 不是文学家 四册都是名家大师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这种大师的作品 确实写得漂亮 它说 这是一个假设 如果没有教育的话 如果没有教育 怎么样呢 我们将不那么强调事实和数据来 而更多的会强调一个好的记忆力 这个应用心理学 这个强调这个 并且强调什么呢 这个能力 什么能力 就一个人的能力 做某事的能力 capacity 我们跟to do to get along with his fellow citizens 跟他的同胞融洽相处的这个能力 capacity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的能力 get along with 表示 与某人融洽相处 这是我们看到 capacity 表示人的能力 表示人的能力 这个含义 显然在生活中会更常用一些 但是表示人的能力 咱们做一个总结 举一反三的 不但记忆类似词汇 而且记住它的搭配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 ability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的能力 这个最简单 比如说 Our ability to think and speak makes us different from other animals 我们这个能力 什么能力呢 能够思考和能够说话这个能力 使得我们跟其他动物 这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万物之灵 为什么呢 能思考会讲话 the ability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的能力 这个用的是 最常见的 大家一般也不会错 但是我们取一反三 再看几个 还有一个词 跟capacity类似 叫capability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也是能力 跟ability含义类似 但搭配不同 我们大声里面 capability capability 它也可以表示 做某事的能力 它的搭配就多了 第一个后面可以叫to do 做某事的能力 第二个呢 叫of doing something 也是做某事的能力 为什么它后面可以叫of呢 因为它的形容词形式 capable搭配就是 be capable of capable就是 c-a-p-a-b-l-e capable be capable of 能做某事 它的名词继承了这用法 所以两个都对 后面既能加to do 也能加of do 没有区别 可以替换 那两个可以替换 咱们同样的看一些简单例子 you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this job well 我说你有能力把这个工作做好 也可以说 you have the capability of doing this job well 两个搭配是一样的 可以替换to do 可以换of doing 可以替换 这是做某事的能力 可以用它 表示能力呢 新概念三四词中 有好多好多类似表达 还有一个习惯于用复述的 这么一个能力 叫powers 注意这个powers 在这不表示人的权力 而是人的能力 做某事的能力 叫powers of 什么什么什么 尤其是跟大脑相关的 这能力更多一些 比如说 teacher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develop students' powers of critical thinking 说老师们有占个责任 什么责任呢 去发展学生们的 批判性思维能力 powers of 什么什么能力 批判性思维 这个能力 power is so 所以这个能力 一般是跟脑子 跟脑力相关的 批判性思维 在直而易考试中 是一个重点 考察大家 逻辑思维能力 能不能意识到 问题的复杂性 并且能够 缜密的利用逻辑去分析 李老师本身 也叫直而易 写作这门课程 所以批判性思维 是中国大学生 一个必备的能力 那么还有什么什么能力 我们再看 在另外一个 句子里边的一个例子 我们在四册 第34课 青春期里边出现这么句话 四册的第34课 青春期 If parents were prepared for this adolescent reaction and realize that it was a sign that the child was growing up and developing valuable powers of observation and independent judgment they would not be so hurt and therefore would not drive the child into opposition by resenting and resisting it 他说 如果 这后面用这个虚拟戏了 如果父母亲 能够 这个 为这个 青春期孩子的反应 能够做好准备的话 知道 孩子到了这个时候 会逆反 会不听爸爸妈妈话 并且他们能够意识到 什么呢 这是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呢 孩子正在慢慢在长大 并且正在发展出 宝贵的这个能力 注意能力 后面叫off了 什么能力呢 这个观察能力 和独立判断的能力 都是能力吧 powerful 他们就不会如此很受伤了 就不会顶亮起嘴 就觉得心中很不好受 咱们知道 孩子在成长 一个信号是好事 毕竟因此 就不会迫使孩子 走到自己对立面 通过什么 通过怨恨 或者是抵制 这种青春期孩子的反应 后面这个it 最后的it 明显是代替的 adolescent reaction 这么个意思 powerful of something 做某事的这个能力 也行 这也是能力 还有一个能力 咱们未来也会碰到 是什么呢 强调某人天赋的能力 这个能力注意 它不能只后天习得的 一定是先天具备的这个能力 我们大声读一下 aptitude aptitude 这是天赋能力 就是先天的能力 智商考察的 就是天赋能力 大脑的硬件的能力 后面加for 表示某方面的能力 必须加其次for 咱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At an early age Susan showed an aptitude for languages 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Susan就表现出了 语言天赋 语言能力 学语言特别快速 说话特别早 语言天赋 叫an aptitude for languages 好了 这是我们把capacity 表示容量 承受量和能力 特别是能力相关的 这些词汇 包括它们使用场合 搭配 放在一块记住 相信我们的写作中 碰到相关表达 就如意得水左右方圆 而写得精彩 丰富多彩 而且漂亮 准确地道 好 我们十七课 声词和短语 跟老师就学习到这儿